最近大火的创四和青三给娱乐圈送来了实力超强的偶像团体 堪比与去年轰轰烈烈的女团对抗 许多追星女孩都对新晋男团表示期待 想看沉淀一年后会走到了什么程度 但可惜的是今年的男团选秀单纯只是看着精彩 背地里却勾心斗角 最近创造营2021终于收官 腾讯新晋男团抢先出道 占领先机 成为实力最强流量最高的男团 然而关于刘宇黑幕的说法流言四起 让本来就炙手可热的节目更加火上浇油 2018年 刘宇在之前大火的一档综艺中 国风美少年当中不仅获得了不菲的排名 也收获了一些人欣赏并喜欢 2019年至2020年 刘宇发行了多首次创的单曲 在这期间 他还努力尝试进入演艺事业 拍摄了多部小成本的网剧 虽然演技并不是很好 关注度不太高 但这样的成绩 也已经让更多人了解了这个秀奇男孩 刘宇在第一次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是第一次舞台表演时 刘宇用深厚的舞蹈功底 展现了中国国风之美 让人印象深刻 创造营的主题曲考核中 他凭借自己的实力成为了C位 刘宇在2018年拿到了 北武上系中系三所学校专业合格证书 他选择了北京舞蹈学院 但是刘宇在最近的采访中明确说明 自己没有在中传读书 一直都是正直的刘宇 最近被网友爆料涉嫌学历造假 刘宇还沉浸在登上山顶的荣耀之时 就由黑粉着急出来抹黑他的形象 但是这些黑粉们 或许是因为工作做的不太彻底 所以他们的评论 让我们觉得异常搞笑 大家都认为 这些黑粉比爱他的观众还要勤奋 每天都坚守在自己的职位上 努力抹黑他们的形象 而这一次为了黑刘宇 这些黑粉们甚至提出刘宇的学历造假 说实在的 如果他们多花一些时间了解一下的话 就可以知道根本就没有 学历造假这一说 因为造假现象越发频繁 所以这件事情才会有这么多人的关注 在浮华的利益圈当中 越来越多的人伪造和虚构事实 很多明星都认为 自己学历低是件很丢人的事情 算是不便被他人知晓的事情 所以说他们总是会不择手段 来提高自己的学历 学历过低的话 对明星而言多少都有着不利的后果 这样的行为是不被承认的 而且最容易被揭穿 一旦被发现 就可能引起整个网络舆论的嘲讽 这将会给今后的工作带来巨大的影响 现在的粉丝追星 并不会过于着重idol们的学历 因为对于粉丝而言 学历没有任何的作用 所以在娱乐圈里面发展 并不一定要有高学历 看的还是个人的能力 实力很突出 才能够被大家所接受的 相对于低学历来说 粉丝们最不能容忍的是 偶像们欺骗自己 尽管刚开始偶像这样做 只是为了提升自己 但在大家行中 无论如何 偶像们都应该做最真实的自己 不管是人生的哪个阶段 都没有必要去虚报事实 刘宇经历这样的事情 应该会成长不少吧 你还会一直追随刘宇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